你該知道的關鍵字 黎巴嫩爆炸案 當你我還在感嘆2020年 發生的爛世族繁不及被载 有的國家首都封城了 有的國家首都暴動了 黎巴嫩的首都被辱特 8月4號也爆炸了 還炸了兩次 方圓250公里內都能感受到震動 鄰國約旦更測出規模4.5的地震 當地神掌掉下男兒淚 形容眼前宛如二戰時 遭原子彈轟炸的廣島長崎 今晚的日子 不會被拒絕 會把這些想法的想法 傍晚6點左右 黎巴嫩的首都被辱特港區 發生如同小型核爆的爆炸 至今已有135人不治 5000人以上輕重傷 30萬人無家可歸 黎巴嫩共和國 是中東地區為數不多的 共和國和西化的國家之一 首都被辱特 人口約有150萬人 佔全國人口40% 不僅是最大的海港城市 也是全國政治經濟中心 15世紀就開始發展 與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並列為世界最古老城市 20世紀末期 因黎巴嫩內戰被摧毀 但經歷百年來的復蘇 有中東巴黎美稱 也是中東消費水平 第四高的城市 卻因為這次爆炸 讓世榮再次毀於一旦 黎巴嫩官方初步研判 爆炸來自港口倉庫中 2750噸的硝酸胺 這是當地政府2013到14年間 從一艘船上查貨沒收而來的 卻在完全沒有保護措施下 堆進了倉庫 一放就是6年 硝酸胺是化肥原料 也會被用作炸藥使用 遇上高溫會膨脹爆炸 根據路透社報道 4號傍晚倉庫進行防盜補強 在設施40度高溫中焊接工作 火花不順引燃導致爆炸 碼頭被炸出雨時坑 才知道這又是貪污官僚體系 炸出來的坑 這皮莫收的硝酸胺 就當放可口可樂一樣 沒有任何安全維護措施 堆在倉庫6年 最後變成魔物雲 成了貝魯特施密噩夢 當黎巴嫩的疫情還沒控制住 爆炸事件的傷亡卻超越了 因疫情確診的5000人 和死亡的68人 貝魯特多間醫院在爆炸中毀損 黎巴嫩當地醫院不堪負荷 醫療體系已經面臨崩潰 然而大家急著救人 西方又傳來了一個聲音 是嘴炮的聲音 不說話會變成啞巴嗎 不過立刻也遭到了 美國國防部官員打臉 私下告訴CNN說 沒有這回事 不知道總統在說什麼 黎巴嫩政府也下令 軟件6年來 管理倉庫的所有港口官員 直到爆炸責任釐清 黎巴嫩正面臨50年來 最大的經濟危機 又遇上貝魯特大爆炸 希望使者安息 生者如斯 全國人民上下一心 安然度過這次危機 國防部幼兒園 先前就規劃用國外影區旁的北部印製廠舊址成立土耳鎖 提供給國防部所屬的官兵 拖育使用 如今在108年度預算案當中 疊點4000多萬元 進行幼兒園的工程與設計 國防部也承諾在108年就可以完成啟用 並且招生 國防部幼兒園 坐落在恆山指揮所 與原山政軍指揮所旁邊 旁邊是實踐大學 可以說是全台灣背景最硬 軍方後勤支援最快的幼兒園 別以為可以順利逃走 我要進來了 獨棟設計 設備裝潢都是全新 這樣豪華亮麗的幼兒園 竟然是國防部開的 會配合109年度 定在8月3日來開學 這個國防部首度籌辦的分營利幼兒園 位置就在台北市的大值 收的是2歲的幼幼半 和3到5歲的幼兒 一共212人 就連以前不期不待 沒有傷害的三餐 現在竟然是由營養師來調配 一般幼兒園它的菜單都是 就是一週輪一次 那我們的餐點是22天都不重複 那每一季的話 就是每個月的菜單都是不會重複的 依然記得連續出場的肉包 偶爾出現的麥香 135值勤的三色豆 246報到的麻婆豆腐 跟月底進修的大量豆芽菜軍團 這件故事告訴我們 國軍會做長官的菜 也會做幼稚園的菜 只是不會做一般阿兵哥的菜 報告長官 我想去國防部幼兒園服役 我想像中的國防部幼兒園 進入園區 打開MDM 對表20分鐘著整齊服裝 戴黃色小帽 水壺打滿水源集合 敞蕩鞦韆旁邊集合 取出奶瓶 打開瓶蓋 喝奶50cc 喝奶 進餐廳 親愛 京 城 一路服從 吊湯匙的給我出來 就你最特別 標心利益啊 來給我可愛的笑一個 現在開始動作 腰三動動 向日葵小般起床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 一鵝一鵝 預備 唱 加入國軍 人生精彩 迷彩人生 從小做起 應該是不太可能有軍事化管理吧 小孩還是要那個有愛心跟耐心去帶他們 對於外界開玩笑的軍事化管理 國防部表示軍事色彩 只用在建築外觀 不會有軍事化教育的情形 大家別緊張 很多長官的小孩也在裡面就讀呢 執長 給他一張志願留音表 叫他馬上填 各位長官 我不要 我不要 當你還在想民音校官兵 還在想著自己會中樂透 台灣有很多父母 希望能中的是幼兒園 看著那超值的學費 國防部幼兒園的名額 早就秒殺了 名額優先提供給弱勢家庭子女 和國軍官兵眷屬子女 學費每個月只要3500元 這樣的條件 當然是一開放就秒殺 一味難求 有一千多人報名 提供的這個就讀名額是212嘛 對 所以 兩成嘛 大概是兩成 請各位媽媽 沒抽到的不要打1985抱怨 有抽到的媽媽 也請回家在小朋友看完幼幼台後 督促她們寫大班日記 學班了 即位服飾定 喝杯咖啡吃個甜點 休息一下吧 不好意思 可以先幫我辦一下沙發嗎 來用力 喝咖啡吃甜食用用力 讓你胃食道逆流嗎 嗯 現在食道胸口灼熱 好難受 來 為食道逆流 就吃幾味 不是定 真的是他媽幹話網耶 算你狠 咖啡甜點 都你拿來的 只給3秒吃點心 馬上就喊搬沙發 請你告訴我 你這把劍是什麼劍 你是藥廠業務 假借搬家知名推銷藥品 還是準備上演SOD劇情 亂講話 來復步用力喔 只是現在就算你突然食道發光 衝去藥房 也已經買不到即位服飾定啦 8月1號開始包含大家很熟悉 就名即位服飾定的即式智潰定等36款胃藥 藥廠 藥局和醫療院所全面禁售並下架回收 若持續販售使用 將依銷保法開罰6到150萬 雷尼T丁這個成分的藥品 其實它可能會隨著保存的環境 以及時間的增加 造成它裡面的NDMA這個成分的含量上升 甚至有可能超過我們每日的 允許最大攝取量96NG 去年10月有38款胃藥 被查出含雷尼T丁 因此當時相關藥品 才預防性下架 經過清查後的294天 藥廠們沒迎來藥品解封 因為來敲門的是勒令瓶售 Here's Johnny 這個成分呢 基本上是2A級的致癌物 也就是說在動物實驗中 它有明確的致癌性 金服飾公司成立於1980年 董事長林同璐曾在葡萄王當業務 工作了三年半後 跟著老東家的主管跳出來創業 靠著主打對付為食道逆流的 極味服飾丁 以一句味食道逆流 關鍵次精準行銷 在競爭激烈的胃藥市場 搶下6成以上市占率 每年銷售超過上千萬顆 那麼厲害 目前的話就是可以替代的就是 髮末剃釘釘 有胃病的民眾可以先以 髮末剃釘成分的藥品取代 沒有副作用也不需照胃鏡 藥局診所就買得到 食藥署表示 台灣廠商十分配合自主檢驗 幾乎是公司的胃藥 也不是全部違規 但藥廠南光化學基於安全考量 在與食藥署開會後 決定全面自主回收下架 未來也停售 36款未要下架 感謝大家的配合 沒什麼事的話 我就先去吸氣上課了 Copra 我搭飛 你又喝咖啡吃甜食 難怪會不會食到逆流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一手資源 一手機會 附属你的肚脊椎 搭起學界與業界的橋樑 中國信托產學合作 公費海外學習 五年一貫雙碩士 提早進入職場 即日起至8月14日止 13年內學測指考統測成績 及書審資料報名 免報名費免面試 成為金融人才的大門 即刻為你開啟 擺追蹤訂閱老天鵝娛樂 隨時掌握最新動態